歐善儀 我現在壓力非常大 等前用 我已經將近20年沒有工作 一點社會經驗都沒有 感覺現在和社會都脫節了 歐善儀的一段話說出了 全職太太的心酸和社會的現實 歐善儀自從2005年之後就沒有拍戲 基本都在家照顧孩子 猛想讀書 甚至連新聞都沒有汗 用她自己的話來說 相當於從火星返回地球的狀態 歐善儀自稱目前最大的功課 就是要學著怎麼樣去賺錢 離婚四個月 歐善儀自稱已經交不起房租 香港的房租可以說非常的高昂 至少是五位數起跳的 歐善儀目前租的是一個小兩居的套房 等前用短短的三個字看出了 歐善儀的困壁 焦慮和後悔 離婚後 歐善儀後悔了嗎? 說不後悔也是假的 歐善儀自稱中秋節壓根就沒有團圓飯吃 戴兒子遠在英國留學 也不需要她陪伴 她目前更想要的是贊錢 而不是陪到 她只能和13歲的小女兒 一起過了一個簡單的中秋節 45歲的歐善儀 原本擁有一個幸福兒女相傳的家庭 前夫郭俊安出道多年 也並沒有非聞傳出 此前歐善儀在節目中稱自己生病了 前夫冷漠不理睬 她抱著談語 郭俊安很快就回應了 她感嘆 不是真的事情 不會去回應 而且她的家裡也沒有談語 簡單的回應 足以看出了歐善儀的誇張 歐善儀在最新訪談 也澄清當時的言語中的確略大誇張 她也只是為了參加健康類節目 故意誇大了事實 這多少有點消費前夫的意思 畢竟憑借著歐善儀的知名度 如果不是觀賞郭俊安前妻的身份 她還的確沒有任何的優勢了 試問如今誰還知道 郭倩儀這個藝人咧 第一次租房的時候 郭倩儀對佣金都還不知道 她甚至還四處打聽 為了防止自己被騙 她原本離婚的時候 還想著自己買房 如今的她早就取消了這個念頭了 郭倩儀再也不敢有一個人 在香港買房的念頭了 離婚四個月後 郭倩儀致報二人離婚 並不是因為出軌 而是很多細小的原因 很難去聚述 她還稱呼前夫為過生 自稱兩人還是朋友家人的關係 郭倩儀日前還透露 和六名單身男士約會 如今郭倩儀卻稱沒有後續的發展 目前是單身的狀態 她當下最大的願望就是贊錢 如果說經濟困境 只是郭倩儀復出之路上的插曲 那麼 她對過往婚姻的種種回數 則將這場復出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漸 說起郭倩儀和郭俊安 兩人可算是娛樂圈的金童玉女了 想當年 她們那甜蜜的愛情故事 可視煽殺了無數人 可誰爭想 這段婚姻竟然在走過了18個年頭後 以離婚草草收場 離婚原因嗎 郭俊安在受訪時表示 不是單一原因 也沒有第三者插足 但真相究竟如何呢 就在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後 郭倩儀終於首次開康 談及了這段婚姻的過往 她坦然自己離婚後的生活 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 開始嘗試新的交友方式 在交友上 她認識了六位男士 並與她們相約見面聊天 這一行為 模擬在娛樂圈 掀起了不少的波蘭 不過這 郭倩儀可不是那種 輕易被輿論左右的人 她表示 自己並沒有急於尋找新的戀情 而是想要託歡自己的社交圈子 畢竟 她這十八年來 一直扮演著家庭主婦的角色 幾乎沒有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 現在離婚了 她想要重新開始 認識更多的人 體驗更多的生活 而再談到前夫郭俊安時 浮善儀的言之間 透露出了一絲無奈和失望 她回憶起自己曾在重病時 郭俊安的表現 讓她感到冷漠和自私 那時 她幻想了重感冒 幾乎到了死亡的邊緣 然而 在她最需要陪伴和照顧的時候 郭俊安卻表現得莫不關心 這讓她心感痛心 也讓她對這段婚姻 徹底失去了信心 那時我發燒 呼吸困難 甚至了失禁 我怕她 她以為我在開玩笑 還說不要玩就計歲了 直到我情況真的不對勁 她才起來上網查資料 然後用片糖沖了一杯熱水給我喝 郭俊安卻說到這類 語氣中帶著一絲自責和無奈 我當時覺得自己快要死了 她卻還在家裡又閒地睡覺 這種冷漠和自私 我真的無法接受 這一段話 無疑將一火重磅炸彈 在娛樂圈牽起了 軒然大波 網友們紛紛表示 沒想到郭俊安竟然是這樣的人 而郭俊安的勇敢發聲 也讓更多人開始關注他的經歷和感受 面對質疑郭俊安並未過多解釋 此事通過經紀人表示 聲者自稱 而歐倩儀則在最近的採訪中 再次提及此事 並表示自己並非有意抹黑前夫 只是因為節目時場有限 無法詳細說明 他還透露將在健康關注組節目中再度談及此事 並解釋當時的真實情況 歐倩儀原本接受採訪的原意 應該是增加人氣 畢竟他現在是離婚重新出發新事業 雖然不是為了回歸幕前 但靠著正面形象 還是能夠對現在的事業有幫助 可沒想到的是當採訪出來後 網友不僅沒支持他 反而很多人覺得他誇大事實 受優越感 沒考慮子女和前夫的感受等 至於一直沒有說 對方壞話的郭俊安反倒是獲得輿論逆轉 不少網友覺得郭俊安這個分離得好 儘管偷善儀事後 突然在社交網站感謝郭俊安 但大家似乎對他沒有改觀 其實說來說 虛和平離婚本來沒什麼 兩人私底下關係還是可以的 但作為公眾人物說話還是需要思考一下比較好 人有的時候身在腹中卻不肯知足 殊不知你的吃村不愁是有人再服從前行 一旦沒有了被封港 敲善儀就知道了現實的難處了 他那還有心情去相親約會 更沒有心思去談自由 因為溫飽才是當下最重要的 話又說回來 郭俊安在香港卻有五套房子 價值9千萬港幣左右 即可惜 郭俊安連一套房子都沒有分給前妻 這也是郭俊安精明的地方 在家當了20年的全職主婦 離婚後居然正身出戶 金錢、孩子、房子都沒有 20年居然什麼都沒有得到 除了兩個孩子 45歲的郭倩儀的身上 多少有點悲催的感覺 如果不離婚的話 他還可以擁有一個完整的家 至少吃村不愁 孩子們也可以擁有完整的父母的愛 沒有出軌、沒有家暴 選擇在45歲的時候離婚 郭倩儀這一步棋似乎走得並不正確 45歲如果都已經沒有了贊前的能力 那麼往後10年 一旦步入到55歲 日子會更加的艱難 時下很多年輕女性都流行去婦樓子 其實這樣的觀念是創意的 因為夫妻關係要優於親子關係 孩子是會長大 他們只能陪伴父母走一段路 孩子會有自己的路要走 而另一半才是最終陪伴自己到老的人 人到中年離婚 最悲催的結局 壽視經濟結局和辜苦無意